作曲 李宗盛 也當過攝影社社長 也當過北伊人報社社長 也辦過全國大專的攝影比賽 以前照了很多相片 但是自從我畢業以後 當了婦產科醫師很忙很忙 後來又有小孩子以後更忙 所以沒有那個性質在照相 沒有那個性質在背著那個笨重的 就當眼相機那麼多鏡頭換來換去 所以後來就改用傻瓜照相機 後來現在手機又有很高畫素 照出來更漂亮 我現在都是照簡單的生活照 有的在淡水照一張 有的在日本照一張 都是幾張幾張這樣子 一個人的夫妻是一位非常受尊重的醫師 所以當然從小她就想要從醫學的方面 去這條路去走 可是她念了第四年之後 她發現這個不是她想要的走的路 在第五年就離開了醫學院 但是因為這樣子 父子之間也就是一格眼醫師 與鄭永牧醫師之間 就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衝突 但是最後因為一格眼醫師 在創作方面有了非常好的成就 也平復了父子之間的間隙 那也因為這一段非常豐厚的故事背景 也形塑了一格眼醫師 她的寫作的一個很好的題材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格眼的書 在現場做一個裝置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一個生命的內涵 和她的氣度和她所經歷的一切 周醫師她這次的展覽作品是以影像 也就是用攝影的方式去展現 在周醫師的鏡頭下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日常生活所不會去注意的 尤其是在風景上面的掌控 那我們一般我們生活裡面會遇到很多 所謂的非常的自然的風景 但是這個風景在周醫師的鏡頭下 會彰顯得非常的獨特 我們可以藉由她的鏡頭裡面看到 原來在周醫師的世界裡面 她看世界是有不一樣的角度 那這個就充分展現出周醫師她的內心世界 那這個也就是在攝影影像方面 能夠告訴我們的創作者的秘密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有很多地方是要用腦筋的 比如說你要去思考這個畫 這個東西一個實體 你打算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 也許你原來要用這個樣的方式來呈現 但是後來你又覺得會有轉彎 改變一個方式 也許你要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表現它 這個是一個腦力激盪 那有些時候呢 這也是一種所謂的熱情 或者是一種感覺 有些時候會是順著這個感覺來走 那葉子這一張呢 它是一個盆栽 那麼枝幹呢 在交錯的情況之下呢 形成不同的格子 那不同的格子上面 就枝放了不同的葉子 那麼經過這種不同的顏色的配置之下呢 那葉子呢就呈現出不同的表情 林玉京醫師 她身兼三個職位 醫師 創作者 和家庭主婦 那這個對台灣的女性來講 是非常艱辛的一件事情 但是林醫師她處理得非常好 然後她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寫作者 她還出過了幾本書 她的重要角色 剛好很凸顯台灣現在女性所面臨到的問題 她接受了很多的媒體報導 她的作品也都有出版 所以我們這次展覽就充分抓住 希望擷取她的重要的採訪與她的書籍 以文件和錄像的方式展現出來 希望能夠凸顯林醫師在這樣的一個 傳統與當代的磨合跟交集跟衝突當中 如何去定位一個當代女性藝術或是職業婦女 她應該所扮演的角色 因為她喜歡很多更加速度 她的外科 那這個習慣是我在1979年去日本 他們每一個,我已經做完 一定每一個醫師都會sketch 會把剛剛看到的那個狀況 用筆畫在病歷上 那这个习惯我就一直就持续 一直我回国以后 当然我们现在做卫镜已经都有电子挡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因为我病历拿起来一看了 我都会一看到那个标示的地方 还是我强调的地方会很清楚 即使我很喜欢画有人物的图画 不管它本身是风景画 或者说你要画镜物 那我也很喜欢再加一个人物进去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会比较有人文气息 比较有故事性 让看的人会有比较多想象的空间 胡一鸣医师他本身是外科外科医师 这次参长的作品非常的特别 我们是要以文件的方式来展现 就是在他多年以前 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之下 他帮一只大猩猩手术 那本来那一天是应该有兽医来参与 但是因为临时找不到 所以就以胡一鸣医师 就以他的专业来替这一只大猩猩开刀 结果没想到奇迹式的 让这只大猩猩又重新恢复了生命的迹象 而且健康成长 那这整个过程里面 在我们的艺术里面 其实他就是作品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一次的展览 将这个事迹 还有他参与的文件报告 还有电视报章报导 用文件的方式来告诉大众 医学如何跟艺术结合 在胡一鸣医师这件作品上面 很充分能够展现医与医的交集的地方 和展现出的火花 那时候生活是算很简单也很紧张的 每天就是读试看病开会学习 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做其他的事情 一直到1988完成训练 帮到南加州洛杉矶来开业 也在南加州大学的医学院兼课 所以比较有时间来做医学之外的探讨 发展了试剔 同时视野也扩广了 因为以前住的地方没有像洛杉矶这么大 人物这么多 故事这么多 所以开始就利用抗病医学以外的时间 来写点文章 然后又有时间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那在旅游当中我也写有邏輯 难免是要景点拍摄下来 照相或者是摄影 主要是个人的生活跟一个故事加上旅游的点点滴滴 过程这次我参展的主题 那么我关注的范围都是环保议题 那么范围非常广 那么范围非常广 还有空无的问题 还有都市绿媒化这个树木怎么保护这些问题 我有点引以为傲了 因为医师的训练 它是很严格的训练 但是我在参与其他公共生物 我发觉他们的训练跟医学训练 那个差距太大了 那么医师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一定要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角度 等于是一个逆向 而且跟他们都不同的这种领域 去看出这些问题 我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所以我这样有办法找出他们的问题 提醒他们注意 什么事情 他就把那个抽屉里面 拿出很多照片出来 那个照片就是说 我以前照的相片 在那个报纸上登出来 他就把那个缩集起来 那缩集起来 他说我脚不好 不能出去了 所以说 看了这个照片 我可以知道 春夏秋风的背后 我可以看到自然见像 我感觉到非常高兴 原来我那个照相 还可以让这个病人 他身体不舒服 他还不能跑出来 不能出去 还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安慰 很安慰 所以我就越来越早 越想照相 不是说 只有让正常的人 就是身体上有缺陷的人 也可以享受到 这种大自然的漂流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 就是我照相的有点冲动 我常常跟我的来我诊所学习的医学生讲说 你做一个医生 或是做一个艺术家 或是做一个作家 你要有一个初心 就是说 你必须要保持那种很善良 然后很坚持的 然后就是不会想一些坏的东西 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就是说 你看一个病 你看一个 做一个诊断 或是治疗一个病人 你就要像当一个艺术家一样说 我要把这个画画得好 要把这一篇文章做得好 同样的心理 所以其实我 一些创作呢 都是因为 我看到一件东西 它让我感动 然后我再把它 反射在我的创作上 这就是一切我创作的过程 没有说特别去找 摄影的题材来摄影 而是在每次的旅游当中 就会把自己最好的摄影作品 把它收集起来 所以我弄了三个部落格 一个就是 关于医学方面的 医学方面的部落格 一个是关于旅游方面 还有美食方面的部落格 那一个就是关于我的散文作品 我曾经常常跟我们的学生讲说 要成为一个好医师 一定是一个煮菜式 很会煮菜的人 也是柴米油盐 或者是一些配料 香料 怎么把它煮出 煮出一碗好的料理 这跟医师 行医是一样的 你怎么样在这些 大家都共同使用的药物当中 或是检查的这个项目当中 你怎么样去帮病人做最好的诊断 跟最好的配方的医疗 那这是一个艺术 五十寒暑谈指过 一线情谦深深锁 少年不知习情缘 白发相聚莫戳脱脱 这是我所为的这一次 四五六一艺展所写的诗 我更希望能够跟同学 有亲密的互动 同时在艺展当中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 能够感受到 我们如何加上 我们自己的热情 使得医学能够变成 有温度的医疗 这是我们要一再思考的 文学使得我们在 一世的人生里面 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哲学 可以使得我们在物质的表象以外 在更知道它深层的意义 同时艺术 可以我们体会到 人生的真善美 就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让观众能够看得到 医学跟艺术的结合 而且从艺术当中 又去体会到 医师们不只是在 医疗知识方面去求知 更在人文素养 如何把医学变成 有温度的医疗 这一路的过程上 是要下什么样的功夫 要呈现什么样的 有温度的医疗 有时候照相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不找它 它会找你 像比如说花啦 虫啦 鸟啦 跟树啦 在一起 对我真是致命的吸引力 我们已经学生时代 光是看一个病理的切片 我就觉得非常漂亮 那么我在帮病人检查的时候 我会想到怎么样让病人舒服 怎样让病人觉得很自在 而且像在刚以曹元波来讲 会调最好的角度 因为我从心脏腹部 颈动脉 甲状腺 腹科 大概我都有所涉猎了 我要怎么样做到最漂亮最好 还有彩色 怎样把它调到最好最漂亮 这个都是跟摄影有点关系 而且照的时候角度也要调 也是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影响到我 应该说对我的医看病 有所帮忙的地方 职人的精神就professionism 所以我为什么会特别拍那些美食的照片 我觉得我对它最欣赏 就是人家对那件事情的敬业的那种态度 大家可以想象 日本人的话 不管是做哪一行 哪一页的话 都把这当成一回事 可能终生的一回事 做医生其实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类似 你要把你的病人当成你最好的一个作品 尽你最大的能力 把他的病治得最好 或是让他不要受到太多的这个所谓的折磨 甚至于我们如果能够让他病 从来就不发生 那是更高的一个境地 所以事实上 如果从艺术跟医术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技能 让他的生活品质 能够获得最好的保障 让他的一些并发症不要发生的话 事实上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核心价值 看美的事物 就像我们神父讲的一句话 他就说我们伸眼睛就是要看美的东西 那我就是抱我这种心境 看到美的我就拍 看到美的我就拍 无论是有色的 有色彩的 没有色彩的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心境就是说 一种很平和的就是说 你欣赏这个风景 还是欣赏这一朵花 你还怎么把它表现出来 抓住那个瞬间 那种美感 我一向很鼓励所有人 因为我们不会画画 那你就用你的相机去学你的人生 去做你的日历 那整个就这样把它记录下来 这就是老的一个好回忆 我现在每一次看我之前 从我拍小孩子一直开始 从学校时代拍到我这个年纪 拍到所有的很多国家的记录 我每一次都在那边回忆 结果这个人生没有白活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化疗药物的这个抗癌效果 它不明显 并且互作用大且多 那有的甚至 有些疾病根本就无药可医 或者只能治标或不能治本 所以我就想说研究中朝药 来解决西方医学所遭遇的平均 我最近拿到的这个专利 是有关于抗癌的 就是它专利名称叫 预防癌症及治疗癌症 及增强其他抗癌药物的效果之组合物 中华民国专利跟美国专利 我已经拿到了 还有关于抗癌症 还有关于抗癌症病毒的专利 建筑物或者是大自然的 有时候到郊外去走一走 有时候随手就随便摄影 就把它摄取起来 但这上就是一种喜好 一种兴趣而已 对教堂的作品就是 因为宫东高中 得到了那个世界设计奖 它这种清水墨的那种建筑物奖项 这个教堂就是一个好像诺亚房舟一样的教堂 但是它的那个屋顶就像诺亚房舟一样 一种盖的那种建筑物 采取那个就是大自然的光线 还有就是光窗户都是用透明彩绘玻璃这样子 它蛮好的是摄影素 所以把它照相来 蛮有意义的 蛮漂亮的一种 蛮有宗教的那种 让我们感觉很心情很干安静 这边很喜欢那个环境 郑医师他常常要南北跑 比如说有时候要医学一开会 或是要参加医学研讨 他就利用在高铁上面的车厢内 再透过视窗再透过玻璃 你会看到原来跟随着火车的速度 你看到了从台湾的北到南 不常会注意的风景 在它的尽头里面 原来台湾的山川河流田园是这么的美好 它以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有这么细微 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的细节 然后这个在郑医师的镜头底下展现得非常的清楚 这次的展览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的共襄盛举 那我的参与呢 那我很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 那么最温馨的在我的周遭就是我的家庭嘛 那家庭里面的点点滴滴呢 我来参与这一个角色我认为很好 所以我就把我这一方面的多一些的铺陈 我的家庭是算蛮严的啦 所以我是规规矩矩的长大的 可是脑袋是人家管不住的 你很拘谨 在以前学生时代 我觉得我不能表现的地方 后来我绘画变成我的嗜好 我觉得这方面我可以把它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的活泼面就在我的画面里面呈现出来 曾有招长医师 他这次参展的作品是书法 虽然只有一幅 可是可以很精准地看到 他在书法方面非常的掌握 各方面很精确 而且是非常专业 然后也知道说曾有招长医师 他其实在 他虽然是医师 但是他很早就都有接触书法 那他充分将书法的空间感 还有笔触和流畅 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 从詹医师的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进入他的书法的世界 也就是说在书法里面 虽然很单纯地只有笔画跟宣纸 可是在笔画跟宣纸当中的力道 你就可以感受到 书法是如何营造出 我们中国文人世界里面的 留白与空间感 那我觉得詹医师的作品 很能够展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他们这一代的精神性 就是台湾进步的精神 坚持 态度 然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 那我觉得刚好在他们的职业的本质上 跟他们现在的作品上 都很能够看到到他们对事情的坚持 还有对事情的执着 还有认真 我想也就是他们成功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核心 也许在这些医生来讲 他们一辈子来讲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种领域上面 做了一个蛮大的投入跟贡献 以及付出 那也不外乎希望能透过另外一种城市 能感动更多的人 把他们的组合 把他们的融入 变为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力量来表达出来 我们期望说这个爱的故事 不是只有展演的这十几天而已 而是它能够发挥一点点的力量 社会力量 丰富人与人 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那留下了更多美好 但是又有无形的力量 最异四水年华 行医技术 触动你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